她是一个脑瘫患者 却创下了一年八千万的销售奇迹 我就是让单载开封 开封的孤独和分歧 她口齿不轻步履蹒跚 却被人称为超级演说家 只要有不想 就一定有希望 起跑先生为您讲述生命中的逆袭 这是一档名叫超级演说家的节目 画面中的演讲人名叫崔万智 是一名卖旗袍的网络电商 2012年凭借着年八千万的销售业绩 她重登阿里巴巴全球十大网商 被大家称为旗袍先生 2015年她来到超级演说家的舞台 讲述她成长与创业的经历 我觉得我得心得有一些东西 和它有一个力量 它让我这个力量出来以后 让更多的人出场 我就想把我的力量 传达给更多的人 与其他演讲者不同 虽半智 口齿不轻 遭受寒生 是一名残世人 演讲中她坎坷的人生经历 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打动了在场的观众 她终获了2015年超级演说家 年度亚军 世界是一名镜子 照射着我们的内心 我们内心是什么样子 这个世界就是什么样子 神的抱怨 我们内心又充满着痛苦 黑暗和绝望 神的钱 我们的世界有充满着阳光 希望和爱 崔万智的演讲视频 现场拍摄的这段剧情 在向了少年崔万智求学悲剧的经历 时隔多年 这一幕至今仍然是她心里的痛 在崔万智的人生中 磨难与挫折一直伴随着她 让孩子进去吧 她迈出的每一步 做出的每一次选择都抑郁常人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 40年前的那一次难产 1976年 正月19 我出生在这个小山之 我是 叫 就脚先落地 头后落地 然后就卡着一直下不来 然后那个健身婆 也是我们当地的 七小女生 就 就趴下来 摸摸小心状 还微妄地跳过 然后她就带着我 从上下身去 咚咚咚 晚上是9点钟之分的 一直走到早晨7点钟 我哭了 从那个时候 一开始到4岁 她都还不能把这个灯上去 那时候我就抓紧了 抓紧了 我就到处去 就带她到处去 你这个孩子是形挺性的 老惨 就是病人残疾了 整身的残疾了 崔万智是家中唯一的儿子 当年为了生他 父亲把三女儿送给了别人 好不容易 盼来的儿子 却没想到成了残疾人 在崔万智的记忆中 童年的大部分时光 是爬着走的 而陪伴她度过那段时光的 还有家中的这个木头 这个就是我小时候 两三岁就开始 我就站在这里面 一直站到七八岁 我都站在这里面 而放在这里面 我也摔脚摔不了 就也跌不掉 对吧 也摔不掉 就这样 然后家里人家家火吃了 我在这里 他们烧心了 跑都跑不掉 是第二次 崔万智七岁的时候 慢慢学会了独自走路 九岁开始上小学 从学校到他家 大概有一公里左右的路程 期间 便需跨越一道小沟 正常的孩子 可以一步跨越 可是对崔万智来说 这道沟就像是一座山 成为了他人生的 第一个挑战 我就怕孩子 其实如果我又住在这里 人都看着 还会脚放下去 还会站起来 还会再从小沟 怕爱过去了 我怕过去 我高兴的 不断了 我最高兴的 是因为我 不想人生 上学了 就这样 因为残疾 少年时代的崔万智 内心敏感而自卑 他不敢大声说话 害怕大家 看他的眼光 他拼命学习 希望通过成绩 来弥补身体的缺憾 父母就跟我讲 学习是你唯一的出入 我的出入就是 我学习的硬学习 然后看好的学校 然后分别工作 然后我有工作 我就能养活我自己 就是这么想 1994年 崔万智 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 为试重点高中录取 成为当时 全村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 考上重点高中的学生 我爸见到人 就说 我还在考上重点高中 我听一下 我考上重点高中 我们村里 还放了一部电影 就是说 还拿着那个话筒 我记得 就包着横布那个话筒 我们村里 村安的同学 犯法出乡 对我说 万智 你听着 没有为什么 抱怨没有用 书还要不要读 我说要 我爸说 那么回家吧 一切靠自己 父亲的这些话 从此扎根在 崔万智的心里 此后 在较为几经协调下 他上了夜所 普通高中 但这次事件 却在他心里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至于高中三年 他几乎是在 惶恐中度过的 心里真的有病 一直担心 就科学大学 没有要 但是我还要试一下 考一下 我在高考的时候 因为心里有印象 自己有格外的紧张 而且字又非常的慢 一般人写 这一分钟 写三十个字 我最多写十个字 考过下课之后 看来一时的 都神八十 你让高的都神八十 你看到 一年的汗 一年的墨水 和千维会的 黑道八十 从考场出来的时候 我把 看到一下就快了 虽然无法像正常人那样 写字答卷 但崔万智的成绩 仍然过了 录取分出现 填报志愿时 考虑到自身的条件 他选择了 报考人数少 距离安徽省 几千公里外的 石盒子大学 并被该校录取 就是通知我 去拿通知书 说我录取了 我就当我们乡 在邮政区 拿着通知书 正好我拿着 准备往家跑的时候 我旁边有个拖拉机 我们乘里的 就把我刷上 就跟着拖拉机 后面 在那儿 在半路上我就看到我妈了 我妈在旁边 在半路等我 好远 我就跟我妈转手 我说我妈 我为路去 我为路去 我拉着路去 跟着书了 但是拖拉机 一直就在那厨物上 拉着我 跑 我妈就跟着 那个拖拉机 一直跟着跑跑 一直跑回家 这个场景 我一辈子 我没了 就一直 大学校园 给着崔万智 一个崭清的生活 他利用业余时间 当家教 摆地摊 摆随身厅 还和同学一起 经营学校的录像厅 三年里 他不但完成了 主修课程 工商企业管理 还参加了 汉语言文学的自考 拿到了本科学历 那我觉得 那时候自己 特别初识 特别初识 我最近 我觉得没有遗憾 就 那时候初识的时候 就内心 是慢慢慢慢 结果我的初识 包装 有自卑 但是我觉得 自己初识 又能赚钱的时候 那时候 我的自信 就没有 有起来 我的自信 是从 他的眼睛 慢慢起 时光流转 转眼即将大学毕业 崔万智 和其他同学一样 开始找工作 从北京 到天津 再到合肥 他跑了几十家 人才市场 投了几百份简历 也参加了一些面试 然而 却没有一家单位 要他 我很难 接到一个 面试的同志们 而且这样面试 我早上去得很早 然后我拍的第一位 后面还有二十几个人 然后那个面试官 三个人 在面试官有个人看到我 我让人有人去拿检查故事 我让我面试 看浪章 你走 你会走 你后面还有人 对不对 躺在后面 就那一次 我从那个公司走出来 我就再也未到公司 我就再也未到公司 那天走在大街上 风好大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地滚了下来 我心里非常非常的绝望 我要养活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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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声音就在我心里 蹦蹦蹦地敲打着我 我就想起到我父亲的话 抱怨没有用 一切靠自己 我改变不了 下次我就改变我自己 我跟爸讲 我说我不找工作了 我说我只有一天 我一定要到人才市场我去找人 我爸你看 我一定会有这一天 这是我的老地盘 我在这里开网吧 开书店摆鸡摊 这个地方就是我摆鸡摊的地方 我还摆过鸡摊 像鸡摊鸡摊 我在这里摆的 每天晚上就好多人好多人来跟我下去 我买了好多残局的书 然后呢摆鸡摊残局 你知道吧 你跟我下你抱着书 1999年找不到工作的催饭制 开始靠摆地摊养活自己 他卖卡片明信片 之后他相继开启了书店 美术用品店 音像店 百货商店 画吧等五家店 两年后 他又卖了这五家店 开启了网吧 我那时候感觉到 他网络能给人 特别是残局 带来人 任何平等 我觉得是 因为当你在网上跟别人聊天也好 干嘛也好 地方是什么样的人 你根本 不会对他有任何的 歧视也好 或者是中也好 完全是平等的 所以我会喜欢这个网络 2002年 那是网吧 高速发展的时期 崔万智的网吧 从原来的十几台电脑 发展到了一百多台 是合肥市最大的网吧之一 那些日子 他白天做生意 晚上则混进于各种论坛 发帖子 写博客 写小书 和诗歌 2003年 也是网络达诊之一的崔万智 在网上发现了几家电子商工平台 我当时就是尝试在网上买东西 我就发现一区 它有商品 那时候商品正联统 在一区里面正联统 最主流的商品 一个是心理商品 就是刻号 电话号码 什么游戏背 什么联统的财布 什么这些东西 一种就是收的东西 什么摆衣服 摆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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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没有衣服 我也没摆衣服 摆衣服 摆衣服 那我对 我有几百个女尾的口号 我说我试试看 我能不能把我客户买掉 结果我在网上买了一个客户号 在那二十块钱 就这样慢慢的 我每个月都可以在网上挣到钱 最高一个月可以挣到五千块 但是说出来没有人信 那时由于电子商务还未服务 没有建立网络信用 人们对网络交易充满了质疑 而崔万智却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一片质疑声中 他开启了第一家网店 并且生意越来越好 2007年 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卖掉网吧 专门经营网店 这个决定引起了全家人的质疑和反对 你开网店 网上能把东西卖掉吗 网上你摆人家东西 你卖东西 你要把钱打回去不经营 你发货你也没办法 就是这网络机不安全 要不就你网上买的东西 都是假毛纹烟产品 你就这个有人买吗 所有的质疑都来了 但是我坚定下来 但是我可能真的坚定下来的 唯一的理由就是我热爱 我内心对他充满着热爱 金的网店专门经营流行服装 可崔万智对服装已瞧不通 为了找货源 他拖着盘山的脚步 从安徽到杭州 再到北京广州 走遍了大大小小的服装批发市场 好不容易找到货源进了户 使网店开始正常运营 可没多久 他就遇到了一个大问题 要不一批衣服卖不掉 要不突然包住了一个报款 然后我卖了几百件 然后我就乘家 我进货 乘家是没货 没货了 我说没货你不要做啊 他说我们不做了 我就这样死掉 我把自己也把自己都死掉了 要不就一批衣服卖也得到 买完都卖不掉 要不卖掉了没货 就是2007年到2008年 这一年多的时间 我把我车责好几十万的钱 没了 钱没了 货还在 货又卖不掉 又卖不掉 七四天 辛辛苦苦积积下的几十万元 不到一年就没了 醉万智又回到了起点 而此时 他面临的 不仅是房间倒闭的风险 还面临着家人的指责 当初你看我房间的好好的 一年也能赚个十万八万 你为什么搞这个 你现在我妈没了 你以后要告诉我们吃饭 你进你家 你做空间网 你看网店 你做这个东西 我们都看不见目的 大人就要你一辈子嘛 你做这个合法嘛 面对七人的抱怨和成队卖不出去的衣服 虽万智亦不能为 千方百计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最后逼得没办法 我等下就在我家 我就找几个财富 买了其他贫富 我买了好的衣服我自己做 我买一件做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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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原来到可能每天就几个单 比方几十个单 三百单 2008年之后 我一天要喝到三百单 随着交易量持续上升 2008年底 它实现了隐蔽 2009年它的交易量达到了一千万 2011年三千万 2012年达到了八千万 就在这一年 随万智被评为阿里巴巴全球十大网上 那时候 那个和我妈的记者 问我为什么呢 那个网店做的这么好 我当时给他们打了比方 我也不知道 我认为就是淘宝 他高速发展 他带着我 我就打了比方 我说 我就想站在台风口中 台风在那 终于就会飞起 那是崔万智 风光无限的一年 他正在荣耀之夜 被众多网乡所投败 人们蜂拥而至 将他逃取 金银之道 那时候整个电子场 我就封了你 所有开网店的都 你做了多少银啊 你每天发多少包裹 都是问这个 但是阿里阿里 跟你讲实话 我快要四百万 我做了八千万的银 算下来以后 我快要四百万 我把前面赚的钱都提进去了 我还欠工业商的钱 原来从2007年到2012年 是中国电子商务 接触高速发展时期 各种电商平台 纷纷崛起 大批传统企业和创业者 也都入住电商 网店如雨后充足般 发展起来 商品同质化等问题 致使网商之间 打起了价格战和广告战 就是淘宝突然是 原来可能衣服很少 可能就非常非常多 而别人找到你很难 那你就要花钱 走广告 走搜索 这在淘宝里 有个叫直通车 就搜索这个东西 按照点击收费 点一次可能要花 要五毛钱一块钱 然后女装的短暗 也就像一百个人点了 可能我只才卖掉一件衣服 一百个人点了 可能要花掉五十块钱 我卖掉一件衣服八十块钱 你说我亏我亏了 我遇到了唐玥琪 从来没有遇到的困难 我欠了我再三百万 我不敢开手机 我不敢回家 我连吃饭 睡觉 走路 上厕所 我正在想我怎么办 我真的想了两个月 九年了 世界变了 中国变了 经济变了 网商变了 这是2012年阿里巴巴第九四网商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 阿里巴巴首行决行官马云做了一次演讲 他提出自己心中的电商是小而美的 这个概念 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崔万智带来了一些启发 但是很美 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问题 我到底有问题是什么 然后我就在淘宝 摆布搜索很多数据 关于这个女装的分析 一个一个分析 后来我就发现 旗袍 这个人身说 量很高 但是淘宝和卖旗袍的人很少 你的旗袍 他带不到中国的梦 就穿得上了很好看 我当时想 不是有没有想想 反正两个月 后来我就决定 我说我要卖旗袍 当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公司的员工 包括我家里人 我太太 我父母 都会反对我 都说 你把旗袍卖给谁 你卖那些旅装卖得好 是因为要的人多 吸成量大 所以你才卖得好 一旗袍 我没有人穿你卖以谁 他们都这样质疑我 当他们 对崔万智的决定 首当其冲反对她的是 妻子李丽梅 李丽梅是广西人 八岁时因为发烧打针 导致双耳失聪 两人相识于2001年 相似的遭遇 让他们产生了共鸣 三个月后 他们就结婚了 我们彼此之间都打开了很 心扉 然后有很多 很多相似的经历 然后慢慢的 其实我们两个一开始 都是一个自卑的人 吃话 在感情方面 但是我们走到一起以后 我们还觉得有自己 更加自信的 很好 这也就是 化学反应 婚后 两人共同经营 网吧和网店 妻子成为了崔万智 最好的帮手 崔万智通过手写的方式 把外界的信息 传达给妻子 而妻子说话 也只有崔万智听得懂 一路走来 两人风雨同舟 共同经历了挫折与成功 但也产生了强烈的温情 而旗袍 下好成为了两人之间的导火索 当时我们吵架 吵架 吵架他 他出去 找我 找不到他 到火车 到机场都找不到他 后来 就 咳咳 说他没微信 咳咳 老是给他留言 后来回来 他带哪个哪个宾馆 然后又去把他接回来 十几年来 崔万智已经习惯了 妻子默默的相伴 却也在不经意间 忽略了他的感受 他在想什么 需要什么 甚至他的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 那个时候 我把耳朵捂起来了 我体验一下 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 当我耳朵塞起来 我听不见的时候 我心是慌张的 我自己的内心是慌张的 我不知道你们在讲 我不知道我的孩子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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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你和他在说什么 我这个世界突然离我好远 所以我有时候会体验到我的爱人 所以我有时候会体验到我的爱人 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人 我认为爱是厉害的 还会是什么 好 早晨真干眼 第一个信息 一定是把你拿 亲爱的 早安 只要我不在家 我这个晚上一定会 无论多 我都不亲爱的 爱是要表达的 真的 我以前太多山一边了 我就爱是要说出来 再拿出来 对方才能感觉到温暖 在化解了与妻子的隔阂后 崔万智又说服妻子 支持自己做旗袍 为了学习做旗袍的技术 两人带着几个员工 南下深圳 偷师学艺 我就带着我们的设计师 和我们的技术师 都开始一起 我带他们到深圳 然后就在一个旗袍家工厂附近 住在宾馆里 我让他们去面试 到他们去 到别的工厂去偷去 然后带着他们两个人 还有我太太 我四个人 然后叫他们两个去面试 去到他家当机工 然后就偷着去 回到合肥后 崔万智全力投入到旗袍的制作中 他每天晚上认真研究旗袍的文化工艺设计和营销 经过几个月的摸索 第一批旗袍制作成功 并上架销售 我们卖的价格是398 真是 我做的成本大概是200左右 然后我记得一个星期左右就卖出一件 而且你知道这个卖出一件我们都小心翼翼的 把这一件又跟踪了 跟踪客户到底收到以后 他会不会满意 加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好评 那你心里就有一天点欣慰了 为了把旗袍和之前经营的流行女装进行品牌区分 崔万智打算为新的旗袍命名 而2012年春节联欢晚会上 著名舞蹈家杨丽萍表演的舞蹈《雀之恋》 让崔万智眼前一亮 在确定了新的服装品牌后 崔万智决定正式放弃流行服装 专门制作旗袍 半年后公司逐渐扭盔为盈 顺利转行 并且创下了一分钟 卖四千件旗袍的神话 崔万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旗袍先生 然而就在此时 崔万智却得知父亲得了奔门癌 需要立即手术 当我父亲做手术台台下来的时候 满身的那个不管 把人家插得全身都是 而且我父亲那个样子 断断说话又是非常那个样子 他一断断说话又不能动 他眼睛就是还看着我 那时候特别来说 我父亲不知道 我自己忍不住 我跑到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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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哭了 崔万智的父亲做的是未切除手术 由于术后不能吃饭 看到父亲越来越瘦弱 崔万智的内心几近崩溃 我认为我的父亲是我一生的精神之中 因为在我的一生中 都是父亲陪伴着我 一直陪伴着我 包括床业 突然 突然 突然就变成这个样子 我接受不了 我害怕失去 我觉得不仅仅 害怕失去一个亲人那么简单 我觉得我父亲是我灵魂上的东西 如果我父亲别到我的灵魂 还在不在 我不知道 这不仅仅 我 我不会表达 我讲不出 一路走来 父亲是崔万智最坚实的守护者 是父亲的鼓励和支撑 让他在困难面前永不延弃 一次次的超越自己 这是四十年代 崔万智和父亲的第一让合议 也是第一张全家福 在父亲手术康复后 他把空余的时间都用来陪伴家人 与此同时 在人们心中 已成为创业榜样的他 把目光又聚焦在了青年创业者身上 2016年万智创友会 在合肥成立 现在都在讲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很多人要创业 其实他很迷茫 他不知道如何创业 而且创业的失败率那么高 是因为他们真的 他不知道创业的基因是什么 所以我现在可以说 有一点点成功了 而且我的演讲 那么多人看 很多我的粉丝 我的粉丝里面有很多的创业者 我就想坚持这样的社区 我能通过自己能影响到更多的创业者 让更多的创业者能成功 那么我就觉得我很有价值 我很有价值 我觉得我有价值 会让我内心会感到快乐 很满足 2016年4月 隋万智带领着万智创友会成员 通过互联网和微信 帮助山西临县草农 销售滞销的大草 同时通过这样的实践 也将互联网营销经验 传授给青年创业者 在不断的开拓中 隋万智一步步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在梦想与现实之间 他这样说 互联网变化很快 今天很残酷 明天很残酷 后天还是很残酷 但我坚定 只要有不少 就一定有希望